大家好 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今天又有一只 阿不对这一头小伙伴到了 可以看到这条小伙伴的出场方式 有些许的特别 作为一条鱼一般都是竖着出场的 而它呢 选择了躺着出场 可见这条鱼是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个性的 既然它那么喜欢躺 我就先让它躲躺一会吧 我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来历吧 它是我今天下午从网上买回来的 我买它的时候嘛 我还特地备注了 给我挑一条神猛一点的 现在看到它躺得这么自然 我就放心了 一看就知道是神猛过度 累着了 累到躺下了的 不累的话又怎么会躺了 这样理解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又或者说出水前它是很神猛的 它在游过来 不对是送过来的时候 被那个送货的左晃右晃 上晃下晃 一路的晃 晃到我这里之后呢 就被晃到怀疑余生了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介绍完它的来历 那么接下来 我就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吧 它的名字叫珍珠龙胆石斑鱼 它是龙胆石斑加老虎斑培育出来的新鲜 不对是新品种石斑鱼 所以呢它的鱼身有着亮丽的花纹 看上去还有些一点一点的珍珠小花点 整体还挺好看的啊 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它的鱼头啦 啄起来之后鱼头看着有点大 它的鱼头前方有两只看上去微微泛混的眼睛 估计是还没睡醒吧 眼睛的前方有两只比较大的透气孔 啊不对是鼻孔 从正面看呢 它的鱼头很像老虎驰般鱼的鱼头 嘴巴呢 长得有点大 大只鱼 还有些看着好厉害的小牙齿 看着有点凶 估计把小凤放进去 一口一只是完全没问题的 待会我叫小凤跳下去试试吧 它的尾巴呢 长得很像龙胆石般的尾巴 整体的样子看着像一把小扇子 这个造型也是挺好看的啊 总的来说 这种一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看着有点凶 但是华文真好看呀 这条鱼呢 我就没打算养了 现在的时候也不早了 估计小凤呢 看了这条鱼那么久 应该也饿了 我现在就带小凤出去买点姜葱回来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多关注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